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素食VIP 我們今天會訪問Rebecca 她吃素多過20年 臉色紅潤又健康 她會分享她吃素的原因和經驗 最後她會告訴我們 一種食物她是經常吃的 我的朋友都不相信我吃素的 當時爬龍船在西貢香港隊 養長杯跟著有隻豬 因為幾十人我去幫忙切 告訴我我吃不到素的 我說沒有可能你們吃不到素 我說你有沒有像我這樣吃 一隻豬被拿著來刺一燒豬被 我說連我都吃到素 你們怎麼可能吃到素 不止吃得素 你吃得很健康 你現在是不用吃藥的 沒有 一顆都不用 嘩 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就說 介不介意告訴我 你大概是什麼年代的人 我就是七級了 為什麼你會開始吃素呢 其實是因為媽媽往生 一個發完之後 接著就沒可能吃不到 聞到肉都不行了 發了什麼願 這麼厲害 從今天開始就吃素了 媽媽去好的地方 因為我媽媽她殺生得很厲害 往生的時候是非常之辛苦 可以說得人家說死不斷氣那種 是因為我媽媽是新鮮都不來吃那種 我覺得她就是因為她殺業重 所以令到她往生這麼辛苦 我也都在地藏菩薩那一發完後就說 如果可以治得好就給她好 如果醫不到就叫帶她走 一說完之後 這樣說完之後 真的馬上可以走到 她是癌症嗎 是啊 吃素要留意什麼呢 在家就清 瓜瓜菜菜那些 也是製成品那些素的東西 我就在家就不擺 基本就沒有擺 誰都不吃 有什麼你經常吃的呢 在家園 中國 他們每天都吃小米加綠豆煲醋 叫做煲粥 但是是煲沒有米粥的 綠豆小米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有二十幾個人回去 因為那間寺廟要收集要做 在那裡住 二十幾人回去 有些年輕的很多 年紀大的又有 年輕的又有 個個都病了 病剩兩個人 我和一個法師 因為我沒有所謂的 別人吃什麼我吃 我就是小米 天鵬江 天鵬江 你就是吃綠豆粥 去到那些地方 別人有什麼 不是吃一輪 熱質和輪都很高 那月真的沒有病 二十幾人都病走了 已經全部提早走了 走剩四個 那兩個都病了 只剩我和法師 之後我覺得 原來小米這麼有益 綠豆這麼有益 我回香港就吃了 平時你說煮飯呢 我就用小米 每次吃一點 Rebecca為了去媽媽吃素 很多時候人遇到一些事情 都會下決心做一些善行 面對COVID-19這個疫情 大家有沒有想過 下定決心去做一些善行 解殺食素 齊抗疫 下一次 Rebecca會繼續和我們分享 她吃的早餐 每一天用的配料 和她的零食 她還發現一種食物 是可以幫助她驅斑的 大家不要錯過 多謝大家收看 敬請留言讚好訂閱這個頻道 拜拜